接下来是今天的健康人生 一起来欢迎我们嘉莲太平医疗网的家庭科医师 乌西普乌医师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聊的是这个蛮复杂的一个病 叫做慢性肺阻塞 对 对不对 这听起来它好像是过去没有听过的一个病症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只是大家这个医学署也没有这个真正的了解 其实它下面有两个病 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疾病 那一个就是慢性的肢气管炎 这个听过 对 另外一个就是肺气肿 这个也听过 其实我讲出这两个你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所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它就是这两个病症的最大宗的一个说法 对 我们笼统称为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那这两个数位是有点差别的 那肺气肿主要是肺的 这个肺泡被破坏掉以后 因为抽烟的关系 破坏掉以后它不能交换氧气 因为肺是吸氧的 它不能交换氧气 人体里面制造的二氧化 也不能被排出去 那就是滞留在肺里面 我们叫肺气肿 那通常这主要的症状是复兮困难 就是走路以后复兮困难 或者一般坐在那边也会复兮困难 严重一点的话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那慢性肢气管炎是慢性的 就是肢气管通常会有牵毛 那牵毛是正常的一个反射性的保护性措施 就是当你有外界的细菌灰尘进去以后 它通过咳嗽 通过牵毛的运动把这些东西排出去 对 不让它到肺炎 但当你长期抽烟或者空气污染 导致这些牵毛会被破坏的时候 那你就会导致长期的咳嗽 然后你的这个烟液 人体的正常的分泌液 就会在肢气管里面排不出来 就会有很多痰灰排泄 然后进一步的导致更加长期的咳嗽 所以还是说有点差别的 这不管是慢性肢气管炎或者飞气肿 除了抽烟空气污染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会造成这样子的病症 主要是抽烟还有空气污染 那当然还有二手烟 有些人说我从来不抽烟 我怎么会有慢性肢气管病 那是因为你有可能被暴露在空气污染当中 或者说你有二手烟 那当然也有些人说我抽了一杯子烟 我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是有这种人 有有有 那这个跟每个人的基因 其实不一样 就有关系 那有一种疾病我们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就是我们英文叫 Alpha Antitrepsin Antideficiency 就是说有一种煤它是缺乏的或者减少的 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得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OK 那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知道 大概这体质是不是比较容易得这个慢性的质疾病 你可以通过血液去查这个煤 是可以查的 对 但是当然常规的体检 我们不会去查这个东西 除非你抽烟又有肺病 那我们会去查一下 它会不会是有遗传的这个影响 因为如果跟身体体质有关的话 当然是 如果是这个煤缺乏的话 一定是跟医生有关系的 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地得到了这个慢性肺阻塞 那应该怎么办 当然我们还是鼓励 当你有症状的时候 还是要及早去看医生 因为越早发现 越早诊断 当然越能够警告你 那你早去停止抽烟 因为所有的这些 我说的不管是慢性肢脂肌管炎也好 肺脂肪也好 都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是没有办法治愈 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你的症状 但如果你及早地发现的话 我们及早地鼓励你停止抽烟 或者避免有空气污染的话 那你就可以预防 就是说让它不但 不要进一步的加速的恶化 因为越来越恶化 你的症状上脂肪会越来越重 但是如果你趁早早去发现 早去控制好 不让它恶化 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说 可以让你治愈 如果今天真的得到这样子 然后它在恶化过程中 会不会有并发症 就是因为我觉得肺跟器官 它应该是这个人生 蛮重要的那个器官 那当然首先我们看症状 那症状主要的是 就是一个慢性咳嗽 一个是呼吸困难 你轻一点的时候 走一段时间 你会传 那严重的时候 你可能坐在那边就会传 甚至对 然后需要氧气 那除了这个咳嗽 那个走路去传 那还有就是 我们就是弹很多 对弹很多 那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并发症 对 那第一 当你有慢性肺病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要去定期的去打 Flu shot 还有就是肺炎的预防针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比较容易被传染到 你的肺炎本身就会不好的话 你第一 你比较容易被传染到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的普通的感冒 或者流感 或者现在的新冠 那一旦被传染的话 你很容易往下跑 变成肺炎 肺炎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当然肺炎的话 如果你不及时治疗 会导致呼吸衰竭 那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它会导致 因为你长期的 是处于缺氧状态 它会导致其他器官的 这个 衰竭 多器官的一个衰竭 因为等于说 整个身体在缺氧的状态 包括心脏病 或者你有肾病 或者这个 肾脏的功能 干的功能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平常真的 其实肺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 刚刚你也讲了 我们能够尽早去了解这个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风险 尽早治疗 因为总是可以控制就对了 那等于在最后再提醒大家 怎么样的情况 是真的可能表示 你有这个慢性肺阻塞的风险 就是呼吸不好 上气 第一就是说 你觉得你比平时 突然发现 你觉得平时的一般的运动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你的耐量 越来越少了 你动不动就气喘 上个楼梯都会气喘 这是一种 第二就是说 我们通常说定义 这个慢性肢脂肝管炎 就是说 你每次一到冬季 你一感冒 马上就给你 一咳就咳个三个月 然后连续两年都是 每次都咳三个月 那基本上 医生就会感觉上 也有可能是有 慢性肢脂肝管炎 当然我们会做一些 其他检测来排除 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你长期咳嗽 我们会做胸部的X光或者CT 来看看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肺肿瘤之类的东西 最主要的诊断 当然是做肺功能测试 看看你这个肺功能 是不是达到了 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最后问一个 如果真的今天上楼梯 走路会气喘 除了有可能是 慢性肢脂肝管炎 或者肺 阻塞性疾病 之外还有什么可能 其他的疾病会造成 这个当然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走路去传就是心脏病 这个要注意了 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慢性病 你的心脏血管阻塞 或者说你有心理塞结的话 也会导致走路去传 所以说这个需要去问医生 医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判断 做最好的检讨 但是主要一个排除的因素就是心脏病 OK 好 今天谢谢吴医师 谢谢